2020年算是终于熬过去了 这一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心情那是堪比坐过山车一样 原本这疫情就够揪心的了 结果美国大选也是不省心 剧情是不断的反转 没想到川普这位大爷 选战如此焦躁的时候也没闲着 又撑出了一记重担 要美国国防部在180天公布UF的讯息 感觉这边华盛顿沼子还没抽干的 那边外星人也藏不住了 2021年好像有很多的大事要发生 很多的谜题也都要准备 陆陆续续的被揭开了 你要是还没订阅咱们的频道 那就拜托顺手订阅一下 咱们一起关注接下来要发生的大事 川普总统在2020年12月27日 签署了一项法案 要求国防部与情报部门 在180天内完成一份与 不明飞行物也就是UFO网相关的报告 并提交给国会 对此国防部发言人高福 也向纽约邮报证实了这个说法 180天之后 那就是大概是今年的6月25日 到时候 UFO的爱好者们 别忘了关注美国国会的相关报告 当然了 咱们的节目也会关注 身为三军统帅的川普 对UFO这个事什么态度呢 他在2019年7月 接受福克斯电视台访问时 他说自己不是个飞行迷 但他相信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 现年87岁 曾担任以色列太空安全项目负责人 长达30年之久的退役将领尹赛德 去年在接受新消息报访问时表示 这外星确实存在 他们来自银河联邦 而且与人类也一直保持着联系 美国以研究和了解宇宙的结构为名 与着外星人长期保持秘密合作 并且达成协议 包括在火星界里 秘密的地下基地 由美国的太空人和外星人驻扎在那里 目前身为大学教授的尹赛德 在访谈中透露 川普知道外星人的存在 而且差点暴露了这件事情 银河联邦及时的阻止了他 外星人觉得人类还没做好准备 还需要时间来了解太空和太空船 以免造成社会的动乱 说川普差点曝光了外星人 这点我倒是信 看看咱们川大爷平时说话的风格 你就知道了 基本上口没有什么把门的 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 自己先通过来再说吧 其实不止川普总统相信 美国有好几位总统都知道有外星人的存在 比如之前被披露出来的前总统艾森豪威尔 就曾经三次和外星人商量和签署了几项先进武器和技术协议 约翰肯尼迪总统批准了美国军方同外星人的交流计划 也就是绝密的泽塔行动 当时美国军方翻阅了5万6千份档案 最终选定了12个人参与其中 这12个人所有的身份识别记录随后就被清空了 于1965年7月登上了飞往泽塔星球的飞行器 当时携带了40吨的地球食物 打算在这泽塔星球上生活10年 那么这12个人最终的命运如何呢 其中两人死亡 两人决定定居在了泽塔星球 剩下的8人在这13年后返回到了地球 随后被美国军方隔离 泽塔星球是位于亡谷坐星系的一个行星 又被称为泽塔双星 距离地球约39光年 一些UFO的研究学者认为泽塔双星就是小灰人的故乡 美国与外星人的联系一直备受外界关注 而公众对这个话题也是津津乐道 咱们就盘点一下2020年有哪些个关于UFO的解密报道 1月份美国海军表示 解密国防部掌握的关于UFO事件的一些机密文件和视频 将会对美国国家造成严重的损害 4月份五角大楼终于公布了未被处理过的录像资料文件 这些资料证实了已经在公众中流传多年的海军飞机捕捕的UFO 当时的飞行员还表示奇怪的事情在发生着 6月份川普总统在父亲节当天接受了儿子的采访 一时间UFO的话题又掀起了一股热议 面对儿子再三提问 到底有没有外星人 美国政府是否掌握了一些外星人的秘密 川普说道 关于这个话题 自己了解一些情况非常有趣 紧接着小川普问道 离之前您会不会告诉我们到底有没有外星人 这是我们唯一确实想了解的事情 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能不能开放罗斯威尔让我们去那里看看呢 川普的回答也很耐人寻味 有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成千上万的人想去那里想看看他 罗斯威尔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很多人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对于那里我不会告诉你我都知道了些什么 不过这件事情本身是非常有趣的 位于新墨西哥州的罗斯威尔有一处神秘的事故现场 1947年一个不明飞行物坠毁在那里 随即美国的军方意计的封锁了现场 并将所有的证据带走了 但美国国防情报局的一位前高官后来表示 当时有一个外星人幸存下来 后来那个外星人被取名为外星生物实体一号 他受到了良好的保护 随后通过某种方式与美国科研人员取到了共鸣 指出了自己母星位置 就是这个亡谷座的泽塔星球 后来就有了我们前面提到的美军的泽塔行动 6月晚些时候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代理主席佛罗里达参议员马可卢比奥 向五角大楼塞了一份非机密的UFO详细报告 卢比奥表示担心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情报界的重视 同时承认存在UFO特别工作组 7月下旬一份报告被意外的公布了 该报告提到五角大楼内部一个长期隐藏的UFO调查部门 以及外星飞船被人类制造 8月份五角大楼正式成立了不明飞行物UFO的特遣部队 以前化海军情报局对UFO的调查工作 10月份川普总统在一次采访中告诉福克斯新闻 他将仔细看看以确认UFO是否真实存在 12月份一份来自五角大楼的UFO工作组泄露的报告 讨论了非人类的科学技术 其中包括在2019年10月几位高级军官之间的电子邮件 再和外星人打交道这件事情了 除了美国的几位总统之外 还有这么一位加拿大的前国防部长保罗赫勒 赫勒在二战时期是加拿大皇家空巨的一名飞行员 战争结束后参政了 成为加拿大最年轻的国会议员 他在1963年至1967年担任加拿大的国防部长期间 接触到了加拿大的一些UFO档案 看到了不少的绝美文件 他在做了大量的研究和考证之后 决定将这一重大的秘密公布于众 他说自己是第一位公开承认UFO是真实存在的G8内阁成员 赫勒甚至公开宣称有大约80种外星人 至少有四种已经到达了地球 第一种人是人们熟知的小灰人 来自39光年的亡古座的星球 第二种来自距离地球1300光年的猎户座 而猎户座是最早来到地球的外星人之一 最早期人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比如说古埃及文明古玛雅文化 都很可能受着猎户座的外星人的文化影响 据说猎户座种族75%人形 14%是爬行类 10%是黑皮肤的天秦座人族 1%是白皮肤的天秦座人族 第三种是来自距离地球220万光年的仙女座 它是身高在两米左右的蓝白皮肤的人种 第四种是意识存在却没有肉体的神秘种族 赫勒说有些外星人看起来与我们人类差不多少 我们很可能与这外星人是擦肩而过 甚至是天天打交道 只不过你也不知道 感兴趣的朋友 您可以回去看看 特别留意一下您周边的朋友 有没有这种没有隐藏好露出马脚的外星人 关于外星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修炼技术的高人 那更是看的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据说地球这的主人原本就是人家外星人的 由于种种原因吧 外星人就不得不搬离了这个地方去了别的星球 后来呢 很多外星人所在的星系在这宇宙的疫情当中发生了爆炸解体 这些外星人如处可去 怎么办呢 看来看去就觉得目前就地球这儿还挺安全 于是就干脆跑到地球这儿来避难来 你想这外星人长得多寒碜呢 脑袋大 身子小 身材比例严重失调啊 看到地球上的人类打是极为天人 动了歪脑筋 心想要是能占领了人的身体 拥有人的大脑结构啊再加上自己的高科技啊 岂不是天下无敌了吗 外星人一直就不断的观察人类研究人体 不是常有这样的新闻吗 说自己啊莫名其妙的被外星人给绑架了 有的呢就是被外星人强行带走了啊 进行各种的试验 不过人体啊是神造的 那外星人想山寨是山寨不出来 怎么办呢 那就打算了利用自己的高科技来操纵人类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天国大学啊 一名退休的历史教授大卫雅各布也指出 外星人入侵人类目的呢 是有计划的控制人类 制造的杂交人已经混入了人类社会中 这是他根据三十年间调查分析了一百五十个人 所经历的一千一百五十次绑架案而得出的结论 咱们中国人常说是福不是祸是祸你也躲不过 说不定在未来的某一天 这外星人齐刷刷的都出来亮相了 您准备好了吗 好感谢您收看我们的频道 欢迎评论订阅转发我们的节目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